当代国际关系中对话是解决分歧的明智选择 也是建立互信的正确途径 要对话不要对抗 不仅是中方的立场 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 中美作为社会制度不同 历史文化各异的两个大国 有着各自的利益和关切 这很正常 关键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单方面关上 对话的大门 任由分歧误判甚至对抗来主导两国关系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 我们愿意堂堂正正的与美方开展坦率有效的沟通 准备以冷静和理智来面对美方的冲动和焦躁 我们随时可以与美方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 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 我们还提出可以梳理制定关于合作 对话管控分歧的三个清单 并且为下部的交流确定路线图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敦促美国放下傲慢和偏见 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缓解当前的紧张局面 回到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 这才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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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